大家好,欢迎来到奶爸唐利,我是老胡 之前我有出视频说通过ITN可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 然后有人问我,就是拿到美国信用卡之后 不,拿到了ITN之后到底怎么申请美国信用卡 就想让我出一个简单的教程或者步骤 那我就今天分享一下 拿到ITN之后到底怎么去申请美国信用卡 首先呢,有了ITN 但是在没有美国新闻记录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我们是只能申请押金信用卡的 押金信用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得先押一部分钱在银行那里 然后银行给我们的额度就是我们押的钱的额度 除开需要押钱这一点之外呢 押金信用卡跟常规的信用卡使用上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押金信用卡的这个 比较常规的两家银行是Capital One低资本 还有City花旗银行这两家他们提供的押金信用卡可以通过ITN来申请 我自己的经历是先申请了Capital One的押金信用卡 但是被拒了 搞笑的是他拒绝我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找到我的信用记录 这就是个闭环呀 我就是因为没有记录才来申请押金卡 这个押金卡拒我的理由是没有信用记录 我这成了一个死循环了 当然成功申请这个Capital One的押金信用卡下来的人还是挺多的 可能我比较倒霉吧 然后我又申请了City的就花旗银行的押金信用卡顺利的申请下来了 并且一直使用到现在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我就先演示一下 就是花旗银行到底是我们去申请哪张卡是它的押金信用卡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吧 如果你还不清楚ITN是什么的话 那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 视频链接我放在本视频的描述栏了 OK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花旗银行的官网就是3w.city.com 这个很好记 进了官网之后 点这个菜单credit cards里面这个view all credit cards 就查看所有的信用卡 然后点进来之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分类 点击更多更多分类 然后点击这个无联费的卡 无联费 然后系统刷新之后我们直接往下拉 倒数第二张这张city is created mastercard created card 就是这张押金信用卡 请忽略我的喳喳一语口音啊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点这个 learn more and apply 进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张卡的主要的一个用途 就是帮你产生一个建立一个新闻记录 然后的话它的押金的额度范围是200美元到2500美元 它这个押金啊 我看他们说的是在这张押金卡使用满一年之后 它就会转正成为一张正式的信用卡 然后这张这个时候它给你的额度就是你押金的额度 也就是说你现在押200一年之后 它给你的额度就是200 你现在押2000 它一年之后给你的额度就是200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至于你转正之后后续怎么提额 那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还没遇到 你看这个地方又再说了一下 就是说针对于没有美国信用记录 或者信用记录很少的人可以帮助你建立信用记录 然后它还可以免费的让你看你的FACO的一个分数给你生成 这个的话FACO的这个分数是一个美国信用分 还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主流的 它的话基本上是要出六个月账单之后 才会生成这个信用记录 我的FACO分也是在六个月之后 才出来的 然后其他的就是不是太重要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申请需要哪些资料 他们填的表格我带大家大概过一下 首先是你的名字 然后你的姓氏 这个中间名和这个外的称位就不用管它 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没有的 然后的话这个家庭地址 就是一个美国地址 不管你是租的还是朋友的 还是说你自己本来就有的 反正就填嘛 地址单第一行 第二行 邮编 城市 然后州 这个地方 Purebox就是邮政信箱 这个不要勾选它 因为一般来说 不是很友好 也没必要 然后这个地方是让我输入SSN 我没有SSN就输入自己的ITIN 这个地方是出生日期 然后这个地方是国籍或者是公民权国家 这个地方有我看有其他的up主说选美国 但是我建议不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就看我频道的 看我视频的人应该大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这个地方还是按照真实的来就可以了 因为你如果选美国的话 你是提供了一个虚假的资料 而且我自己当时填就是填了中国国际 也申请下来了 所以没必要去用这个填一个虚假的资料 然后下来是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建议不要用GV 因为是虚拟号 建议还是用实体号吧 实体号现在比较节约成本的 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就是Ultra Mobile的三刀三美元月注的这个卡 你可以去eBay上买转运回来 但是比较麻烦 你也可以去淘宝上买 淘宝上买会贵一些 然后这个是邮编 然后这个地方是安全 安全码安全词 这个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说有时候你忘记密码 或者什么时候登录的时候一些校验 你自己知道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 它是说是不是一部分是免税收入 因为我们中国公民的话 一般来说 我们就不用 本来就不用交税的 所以这个地方一般我们也不用勾选它 下来这个是你的年收入 和你的每个月的一个支出 这种固定支出 就是说按揭或者说房租的固定支出 填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大概参照 你在国内的这个收入换算成美元来填吧 我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自己填的是应该是4万美元还是4万多 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 然后至于你每个月的按揭和 按揭和租金的话 你自己估量子填吧 你反正不要你的租金乘以12 然后再把收入扣完之后都没什么钱了 不要搞得那么极端 再往下这个地方就是填你这个押金的额度 押金的额度的话 刚才说了是200到2500 然后这个就看你们自己了 因为我自己是要用它 确实买一些东西的 我填了一个中间的填了1000多美元 再往下这个授权用户 其实就是挂付卡 可以给你给一个人开一张付卡 但是因为我们是用ITI来办押金卡 所以最好我觉得不要搞那么麻烦 就先自己办下来最好 以后再说付卡的事 所以我没有办这个付卡的 下面是它的一些废率吧 一些额外的一些什么废率之内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这两个勾选 同意它的一些协议之内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点击 同意并且提交 提交之后的话 你就可能会收到邮件了 你是会被拒绝 还是说让你提交资料 或者说直接就说你成功了 我的运气比较好 它甚至都没有让我上传ITI的信 以及护照都没有让我上传 就已经成功了 然后成功了之后 第二步就是需要绑定一个美国支票账户 因为美国发现的信用卡 你不可能用国内的银行来还款 所以还它的信用卡的时候 它是需要把另一个美国的支票账户 或者说储蓄账户来还信用卡的 这个的话建议 如果相对而言门槛比较低的话 是华门银行的Velo 或者说WISE WISE是一个金融机构 但是它也提供一个美国支票账户 绑定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邮件 然后说让你进行一个验证 就是两笔小额验证 验证的话就是它会打两笔非常小的美元 到你的这个支票账户里面 就是一般都是0.0几美元 或者0.几美元 然后它会邮件你给你一个链接 你点进去之后 让你填写具体那个美元的 那个小小验证的数字 填完之后就表示验证成功了 验证成功之后 就说明你这个支票账户通过验证 就可以跟它绑定了 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就OK了 它就会给你说 给你说那个 已经通过审核了 然后会在多少个工作日之内 寄到你填的这个地址 然后反正我是比较顺利啊 也没有让我打电话 也没有让上传资料直接就成功 然后绑定支票账户之后 就给我寄过来了 然后我就寄回国 然后正常激活使用 然后的话基本上办理花旗银行的 这个卡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 后续的话我再看一下 出一期就是capital one的这个押金信用卡的 这样一个介绍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到这个地方 欢迎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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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